- 真正经时不说假话,老实上人再罢了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设计师小文 今天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半冰冰嘎纳红弹造型吹逼 不是啊,分析 同一时间段内还有花彪奖和七七八八的活动 但是,没有一个能感 可以说,这十六个造型对内环弹的年压真的是一波要一波 我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欢迎来到影片的点赞投币 我们再说,我们走起 再见,黑色长群 这一件是去参加老米仙子生日宴 非常低调的一条裙子 所以重点呢,是把夹克的枪拨领用刺绣的方式作为前圈的开口 用斜材的方式,把一件普通的吊带裙做出一点新意 关于用枪拨领做文章,我找了几个或新或旧的设计 它们可以是不对称的,可以是双层的,可以是大面积的 也可以是和其他款式进行有机融合的 这些大部分都是high fashion,甚至是高定品牌 和boss的定位对比,多少有一点甚至不武 这件如果在其他女明星身上,我还愿意多说两句 因为没点找点嘛,硬要找点点,点一点 但如果在范范范身上的话,略显平淡属于站立性收缩 因为毕竟作为别人生日活动的客人 你要适时适当,不需要每一个场合都张牙舞爪 符合身份,符合场合也非常重要 接下来是一件大红色,红妆配美人 眼睛句点多了,也容易腻 所以我改个方式,我不用鼓声 谢谢大家 请回到车 请回到车 先回到车 反复看巴黎圣母院的舞台剧 我觉得这一段的歌词非常的恰如气氛 这件的红色脸裤装来自于Michael Kors 2023乘衣系列 红色是非常有张力的颜色 而且大红色和女性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度 红色裙装也出现在非常多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里 比如《新约圣经启示录》中有Hore of Babylon 比如《巴黎圣母院》中 基布赛女郎艾斯米拉达在广场跳舞时 还有《乱世家人》中Scarlett被指责暧昧不清 参加Ashley的生日party时也是一身红色裙装 《买联梦露》在《绅世暗美人》中也有一件红色裙子 奥德利赫本在电影Funny Face中的经典桥段 更近一点 朱迦罗伯茨在《风月翘家人》中 尼可吉德曼在《红博房》里 红色是富有攻击性 而且能非常散发女性魅力的颜色 范冰冰这件红色的真丝长裙更像中东罩袍 这种宽松的罩袍式设计其实有天然优势 并不刻意地去刻画身体曲线 单纯地利用妙的垂直性和光泽感 让身体在行动间自然摆动 让面料自然贴合 是一种充满想象空间若隐若现的美 和秀场不同 这里搭配的是铜色的长手套 长手套有天然的隆重感和正式感 如果说这一件是暗夜中的低调诱惑 那么另外一件红色就是它的升级版 烈焰圣女 眉带夺江轩草色 红裙杜杀石榴花 肩膀的体积犹如原转弹爆炸 轩腾的火花 翻涌奔腾着扑面而来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半冰冰就是硝烟 幻化成人形的模样 你们记不记得颜料中有一种颜色叫 马斯红Mars Red 其中马斯就是战神Mars的英文 这一件的攻击性显然更强 在《圣经启示录》中 有对红龙的描述 大龙就是那条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迷惑蒲天下的人 和猛虎穿的一样 娱乐圈的语境越是迂回 越是委婉 就越是会有纷争 简单只给 这帮人反而会闭嘴 而且红色既象征生之火焰 也象征死之鲜血 是充满傲慢和野心的颜色 而傲慢和野心 是爱阴阳的碰碰群们 最不敢面对的真实自我 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 这一条Instagram 多少是一个 strong statement 应该是用来兑现那些 把锐化拉满的黑粉图片 因为全部都是geted image的生图 可以说 范冰冰从来不否认 美貌 颜值 就是我的必杀技 在红毯上发光发热 就是我的看家本领 如果你敢质疑我这个能力 那我就用生图 来让你压披嘴 简直戏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这一件青花词 关于青花词这一件 已经看过的可以自动跳过 没有看过的可以补一下 结合了太多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们好像对天马行空的定义不太一样 设计思路 设计思路没什么变化 可以说还是在一模一样的扩形上 做了一些刺绣的更改 我觉得手法相对单一 我先说版型再说刺绣 因为我觉得版型问题比较大 这一件满绣 用料非常猛 所以绣片应该会很沉 为了保持刺绣的平整度 不会因为自身的重量而垂垂变形 所以底部选得很厚 我猜也就是因为底下这个衬布它比较厚 所以会有感觉像穿一套棉裤 或者是湖南省省服的感觉 调整完版型 我再说一下刺绣的细节 第一个 如果胸口的波浪能和胸线做一定呼应的话 视觉上会更有延伸的效果 这一件它是没有肩带的一个平口 同理 腰线上也是一条横线 这条横线让上下半身有一个割裂感 若刺绣能继续延伸 盖掉这一条腰线的话 会更有延伸的感觉 第二个想法 其实有很多做群撑的一些网纱 非常的硬挺的 非常轻盈 即使刺绣比较沉 只要稍微固定好 其实是不会变形的 所以腰腹这里 如果能换成支撑度更强的 比较轻盈的鱼骨和网纱 那就不需要这么厚的底部 来保持刺绣的平整度了 所以可能也就不会有 这么厚重的效果 而且轻薄的面料在走动间 就是这个面料在腿上 过来绕去 也会更有风情 第三个 我不知道在刺绣的过程中 有没有根据这个裁片的位置 来调整这个海浪的每一朵的大小 如果能稍微调整一下 比如这个腰间的浪花 颜色再深一点 一点点 再小一点 然后胸前这个浪花大一点 也会在视觉上 有一个放收 放收的一个视觉冲击力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发散思维了 比如第四个想法 能不能再错了开来 在海浪上加一些 这种流速的猪串 让走动间猪串摇摆 会更有一种摇曳生姿 那种三十年代无惠 dazzling的感觉 第五个 如果裙摆能结合 汝瑶开篇这个裂纹 刺绣的时候 在每片海浪之间 留有一些透明的空隙 然后底部选另外一个颜色 或者是直接漏肤的感觉 那这样会若隐若现 更有呼吸感 第六个 无论你觉得是像海浪 还是像美人鱼的鱼鳞 目前的状态 其实都是每一片贴合的 如果能把其中的几片 做成一个游离的立体的效果 我吃的没有缝死 大概就是这样 做一点稍微灵动的效果 第七个 这一条披薄 无论是在两侧的下缘 加一些 还是在后边的正中间 加一些 可能会和裙子的整体 线紧度会正好 因为现在这样速速的状态 会觉得披薄是披薄 裙子是裙子 第八个 更发散的像 如果刺绣的排布方式 能不局限于 这个磁屏上的样式的话 如果把所有的海浪 整体都倾斜45度 用对角线的延伸感 可能会比全部的横向 它更有一个视觉拉长的效果 而且这条龙 如果能从不同的海浪间穿过的话 可能会有更有冲击力 如果能把碰好刺绣的比重 能更四两不千斤的话 在成本控制上 因为青花瓷那一件 都已经是140万了 那这一件 这多少钱了 如果没有这一套造型 杆纳红毯 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收官 有几个造型 低调归低调 但是不成这件 起码不会翻车 咱们下次还是别扶贫了 下一件 女化 登CN Tamara Roth 都是羽毛装 今年的Metagala 致敬Karlogfit老夫业 妮可·基德曼 穿的那件羽毛装 没有保存好 看起来死气沉沉 羽毛最需要的灵动 这件有非常好的体现 这件正面是一个 平口的连衣裙 然后背面有三层结构 三层的层次 避免了过于厚重的单衣结构 对扩型的影响 而且在一众的仙女裙品牌中 Tamara算是 勇于对工艺和扩型 进行尝试的品牌 我在这一期提过一个观点 我认为创意比工艺值钱 一个非常巧妙的创意 可以在大幅缩减成本的情况下 卖出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价格 议论区有一个新角度 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其实这是行业现状 一个好的创意非常难得 但如果这个好的创意 太容易被复制 它就会变成无成本抄袭 但是相对的 耗时耗力的手工就很难 也能抄 但是成本太高 这样性价比并不划算 所以有很多的高定品牌 直接就放弃了设计 而转型专注匠人精神 对于这一类品牌 他们会觉得 客人只要看得懂我这个设计 花了很多时间就可以了 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热爱设计 他们购买高定 更多的是购买它 社交式的附加属性 买一条你懂我懂 大家都懂的设计 还不丢人 就物超所值了 接下来九尾弧 这一件是去参加 阿斯顿马丁的干纳晚宴 我比较喜欢那种 敢在基础扩行上 做外尝试的品牌和设计 品牌比较突出重点和细节 就是利用比较硬挺的欧根纱 然后烫出这样的一个褶皱 收边里应该是有鱼骨和铁丝 做出一种浮动的一种CG效果 而且裙摆最下缘 也有一些火鸡羽毛 和一层网纱来弱化边缘 九尾弧弧平地起 仿线地上长得出来一样 at the last one of the list 黑天鹅 George Hobbica 黑天鹅 其实我第一次联想到的是黑天鹅事件 叫Black Swan Accident 是指非常难以预测 且不同寻常的事件 通常会引起市场的连锁负面反应 甚至颠覆 半冰冰地重新出现 对于内鱼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意外的 而且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这几年内鱼已经演变成 一个极其稳定的时尚格局 尤其让人难受的是 二级管门疯狂吹逼的娱乐圈余境 手穿 超级 风箱 顶奢 入场后品牌摄像全程跟拍 CEO私人晚宴 这些非常有忠实特色的 甚至没有外文对应翻译的 存在 且只存在于内鱼 这些叫法 就是门外汉门最可笑的疯狂标榜 进而产生贴金的行为 类似的状况 不压于给一个盖在六环外 臭水锅旁的楼盘 起名米兰种虾业一样可笑 尤其最近的十年 大部分的品牌挚友 品牌代言人 全球代言人 这些都只是傀儡 被资本摆布的棋子而已 如果把这些当作实力和认可 就很可怜了 八九十年代的娱乐圈和时尚圈的交互 还能在大众层面做到引领 现在的明星最多做到跟风 起码我从来没有见过 所有的明星都是同款发型的年代 这很让人担忧 就像最先掌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一样 很多新的同台 很多早入场的人制造的高升量 却在谅家伙的时候露了窃 因为一旦专业人士掌握了新游戏规则 也下场参战 南郭先生们就立刻没了活路 穿件好看的衣服亮个像 本来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工作 却成为众多只能活在精修图理 普男普女职业生涯的最高成就 当女明星们和仙女群绑定的时候 也就是和时尚度彻底划分界限的时候 所以当绝对美貌下场营业时 所有那些贴金行为 都是在一斤卡凡的脸上 继续着越捧越干的妆 这件黑天鹅裙子 好像在先后顺序和归属上 引起了一些争论是吧 谁在乎谁丢人 黑天鹅的寓意之一是孤傲孤寂 象征某种程度上内心的特立独行 不屑于和其他群体同流合污 是一种孤单高傲的寓意 这件礼服虽然仍在传统的专门范畴 但是在结构上有做出一些新意 我其实非常好奇这个裙板的内部结构 以及它是如何用鱼骨定型的 而且我好奇这件事怎么打包三件行李箱的 因为它下车时候注意到细节 有几根羽毛已经折断 就是已经非常令人难受的支撑起来了 用这件黑天鹅走并不空谈 再合适不过 因为除了孤傲 黑天鹅还有机遇的寓意 象征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 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境遇 在娱乐圈和时尚圈的交汇点上 范冰冰的高度或者说成就 非常的有目共睹 最近20年内与女星 没有任何一个能与之抗衡 这次回归的一个正面作用 只是让我们看到 大量的女明星 开始新的风格和耻辱的尝试 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总是没有坏处的 因为在时尚这条路上 打在范冰冰面前的 只有范冰冰自己 好的 那么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的点赞 投币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